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高兴在空中礼拜一跟大家见面了 那在今天经纬点评当中 想跟各位来谈的分享是 周末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跟美国国安顾问 沙利文两个在泰国曼谷 畅谈了12个钟头 那当然看得出来 这12个钟头聊得很多 中间可能甚至吃个饭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谈 一定要谈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出来 当然在中方的盛名稿当中 双方洽谈的内容 这个新闻稿很长 但是有一句关键 在敏感的事务上 进行了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 那当然看得出来 实际上现在中美之间 所面对的敏感问题 不单单只是中美之间 两个国家而已 而是整个地区 或是全世界受影响的范围 可以看得出来有多大 那不用说在今天星期一 我们看到天亮之后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夫妇前往越南访问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如今的飞越联盟这件事情 似乎有一点点眉目了 那据说双方将签订海上警卫队的联合巡航协定 这种准军式的海上联合巡航 这个对于南海的整个事务来说 算是一次的联手 因为菲律宾稍早之前 找了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 什么这个很多国家 都有这个来往 这个大家合起来 日本 一起希望能够在南海如何主张主张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 现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实际上 就是希望你酝酿成一种 集团 小集团 中集团 大集团都可以 就是一种集团式的方式 来对付中国 对付中国 那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 或是亚洲国家 单打独斗 对付不了中国 怎么办 联合 大家联合起来 这个绑起绑 捆绑一下 一起对付中国 当然在这个事务上 我们看到现在 美国的困境 第一个 红海危机 对不对 红海危机收不了尾 收不了尾 我现在必须请中国出面 找谁勒 没错 找伊朗 找伊朗 希望把红海这件事情呢 打住 因为基本上美国对伊朗 说不上话 前两天呢 各位也知道 伊朗呢 射了飞弹 到了这个 巴基斯坦 又射了飞弹 到什么伊拉克 还是叙利亚 反正呢 就告诉各位 我这边的飞弹很多 如果这个红海世界呢 持续扩大 你美军呢 就等着跟我在中东啊 我们来玩一玩 看谁到底厉害 实际上美国打赢 伊朗是可以的啦 但是美国不愿意来嘛 伊朗就知道 美国现在不想来 你越不想来 我越要找你来 就这个味道哈 那当然呢 这个此时此刻呢 美国是希望 因为大选年到了 就希望能够解套 所以解套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中国啊 找中国来帮忙啊 能够解套 那解套之后呢 这个问题 当然短时间 不一定会很快 就有答案啊 但是看得出来呢 这个美国希望 中国出面这件事情 是八九不离十哈 那当然我们知道 在外交的 这种所谓的 接触上啊 它不像做生意 我们可以用金钱买卖 我付你钱 你替我啊 这个有对价关系 把货卖给我 但外交战场上呢 常常谈的是什么 交换 交换 这件事情 我来搞定 那件事情 你去搞定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 有这种对价关系 也要有对价关系啊 那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 很复杂啊 当然美国会不会 这个真的愿意 百分之百 配合中国去 把一些中国 所面对的难题 给解决掉 这个还有待商劝啊 但是在美方的新闻稿里面呢 讲的都是中美之间的事 没有讲中美以外的事 都没提啊 但是 想法可是今天到越南 那你能说 跟中国没关系吗 才怪 对不对 尤其中非关系 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 各位还注意到 昨天礼拜天 中国这个海警吧 海警发布这个讯息说啊 在21号的时候 这个菲律宾啊 空头 物资到马德雷三号 摆明的呢 在挑衅 在模糊焦点 雷是制造事端啊 制造事端 那当然看得出来 菲律宾啊 实际上呢 现在之前都是 1999年马德雷三号 就做成在仁爱交之后呢 风吹日晒雨淋啊 几乎解体 几乎解体 那非方呢 一直想把它变成 就是建设一下 更加的坚持啊 撑下去啊 甚至变成马德雷三宝 因为非常清楚 马德雷三号 毕竟是二战时候的 坦克登陆舰 经历了越战之后啊 美国送给了菲律宾 那菲律宾怎么用呢 很简单 作证马德雷三号 那有人是说 因为呢 中国当时啊 南海战略啊 去了美济礁 那这件事情上 菲律宾都急啊 因为美济礁跟仁爱礁 相合就是30多公里啊 很近啊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我做一艘 这个军舰在这个地方 那很有意思嘛 那当然现在 非方想要把马德雷三号 变成马德雷三宝 这件事情呢 大概是做不到啦 做不到 中国现在不答应嘛 因为 你不能在这边 这个就地喊假 有这个味道啊 一定要解决清楚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阶段 我们都知道呢 实际上 中非之间存在的问题 就是南海的主权问题 南海的主权问题啊 中国九段线 这是既有的领海 没什么争议的 那菲律宾也知道 中国在这个事情上 是吃了这么多铁的心 是不会变的 什么国籍仲裁 中国是不管你啊 我就是我的 对不对 没什么好讲 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啊 那当然呢 南海行为准则 现在大家正在商量 就是说将来在这个区域 我们怎么去面对 彼此之间的 深所问题嘛 比如说在这个区域当中 有中国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什么 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商量 一个一个商量 对不对 大家看看怎么解决 比如说共同开发啦 这个诸如此类的哈 那菲律宾现在很急哈 他做了一件事 他三读通过 刚刚三读通过了一个 叫做群岛海盗法 不是那个抢人的海盗啊 是海上航道的法案 那现在已经呢 由这个众院交参院了 准备三读通过 通过之后 言下之意啊 菲律宾啊 要在这个他的岛屿附近啊 划出航道 这个航道呢 任何外国的军舰 船过 飞机 经过的时候 必须得到非方同意 这个比林海啊 还要扩大 扩大 那航道的概念 就不是指林海哦 对不对 林海是22公里啊 那这个 换句话讲 他就把他拉大啊 不管你是不是经济海域 反正就是我的航道法 我的国家说 这个地方通过就要我同意啊 那当然看得出来这个 在将来的这个 中非关系上 紧张不在话下 因为现在 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 非常的快速 尤其在南海啊 各国主张 啊 但是啊 最重要 有一个人啊 不甘寂寞 那叫印度的莫迪 当然这个话题啊 大家可能都还没注意到 在2022年1月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实际上印度跟菲律宾啊 这个签了一个协定啊 那印度愿意呢 把他这个研发的 这个鸭箱宝啊 布拉莫斯飞弹呢 卖给啊 这个菲律宾 当然这个事情啊 话说在2022年 那个1月份是很久的事情 但是一直拖到今天 最新的印度媒体报道啊 在这个1月份 马上10天内 第一波啊 布拉莫斯飞弹的 这个这些雷达啦 发射的一些设备啊 就起运了 前往菲律宾啊 前往菲律宾啊 那这次菲律宾买的呢 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那这个是关于啊 他叫做这个 海上游这个舰艇 发射的这个啊 反舰飞弹 那当然布拉莫斯啊 它是一个算是 中程啊 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 这个布拉莫斯飞弹呢 实际说穿的是当年啊 这个在苏联瓦解之前啊 当时苏联研发出一种 这种中程超音速的巡航飞弹 那当然那时候军备竞赛嘛 实际上苏联也没有多少钱 去做这些飞弹 那印度那时候一直跟这个苏联 买了很多武器啊 潜水艇啊 什么航母啊 船舰 他就看中这个飞弹啊 那当然呢 据说当时苏联呢 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 那印度说可以啊 我愿意啊 跟你一起合作 我们来做这个啊 这个布拉莫斯飞弹 那当然呢 当时叫做布托夫啊 这个设计局啊 就跟这个印度啊 这边成立一家新的 叫布拉莫斯公司啊 两边就合作 做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啊 在现阶段的中程啊 这个巡航飞弹当中呢 它的超音速啊 是五倍 最快的 很多飞弹都超音速 大概1.5倍啊 两倍啊 三倍 它是五倍啊 这个第一速度快 那第二呢 它的这个飞行路线 是非常的厉害啊 它可以在船舰上发射 贴着水面 10米的高度 朝目标前进 这个对方的船舰雷达 很难发现 往往发现的时候 能反应的时间 就剩下30秒啊 看你要如何处理啊 那再犹豫一下 崩 没了啊 那当然呢 它为了让对方的雷达 不要发现它 它很长啊 它8米多长啊 但是它的直径呢 60公分 细细长长的 它朝着你飞来的时候呢 在雷达的截面上 可能都不会形成一个点 因为雷达有角度嘛 它等于就贴着海面来了啦 所以呢 在这个整个这个表现上啊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 这个厉害的 这个超音速飞弹 在现阶段 所有的中程超音速飞弹当中 这个布拉莫斯啊 飞得最快 当然呢 印度做飞弹啊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啊 有点这个 大家不太信任嘛 所以呢 你从90年代研发 它大概拖到2001年吧 才正式的呢 开始试射 那前一阵子还在 还在试射 这个印度啊 终于啊 有了一个飞弹 对不对 它就准备做成一颗 万能飞弹 那万能飞弹的概念是什么呢 海陆空 通通要用啊 当然呢 空军的小一点啊 大概不到一吨半啊 其他大概都两吨啊 那么重啊 那整体来讲呢 具有杀伤力 那菲律宾 你想看那么小的国家 军队 他其实菲律宾这个国家很大啊 他一年的财政预算啊 大概就1050亿美元啊 2024年刚刚出来啊 军方呢 这个破天荒 编了一个是历来最大的这个 国防预算 1.87亿美元 对不对 1.87亿美元啊 那讲起来这个 多不多 那跟美国那8000亿比 不能比啊 不能比 真的不能比啊 那海军呢 在这一次又分到大头 1亿1000万美元啊 那当然呢 要招募海上警卫队啊 今年预计招募5000人 达到未来啊 希望达到10万人的海岸警卫队啊 这菲律宾的这个军方说的啊 那然后呢 在这个当中呢 这个海岸警卫队今年可以拿到5000万美元的预算 整体来讲 菲律宾现在不断的发展这个就是国防 他的军事主要的目的就在南海啊 那当然这是我们刚刚讲印度印度啊 实际上菲律宾啊 这次会能够买到印度的飞弹 当然后面有高人指点 实际上这是莫迪的叫做他的太平洋战略 那因为莫迪知道在这个整个印度洋当中啊 最有可能对他产生威胁的是中国 那怎么办呢 你来印度洋 我去太平洋啊 当然他不敢跑到什么东海啊台海啊 这些地方去杀野 他就跑到哪 越南 对不对 他跑到越南 他更早就跟越南谈了 越南呢 是这样的 他为什么选上越南 因为越南一直使用的是二制武器 长期以来啦 什么这个战斗机啊 船舶啊 这些都是啊 所以印度为了跟越南是好的 稍早之前还送过一个这个巡防舰送给越南啊 那越南也很大大气啊 说我就跟你定啊 定呢 目前是意向是三三个营到五个营的这个布拉默斯飞弹营啊 大概飞弹是100枚到150枚 因为一个营嘛 那现在照这样讲是陆军的配备啦 一个营 那一个营大概有30枚飞弹 那你还要打掉还要再有嘛 好 所以呢 这个越南跟这个印度的啊 实际上是看出来是莫迪的 整个所谓的太平洋战略 就是将来如果在喜马拉雅山跟中国有关系紧张 或印度洋跟中国关系紧张的时候 他可以在越南啊 这边做点文章 对不对 甚至呢 变成他印度啊 这个军舰进入太平洋的时候 这个越南算一个中继战嘛 对不对 他经过南海啊 马拉雅山海家 经过南海走走走走越南 整补一下再进入太平洋啊 他的想法是这样 这次啊 你就知道现在的印度啊 在这个整个南海当中啊 也是来抽热闹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现在的局势是真的乱得不得了啊 乱得不得了 所以为什么王毅跟这个沙利文啊要聊12个钟头 这个真的是事情太多了 一个事情可能就聊一个多钟头啊 怎么谈啊 双方表达什么立场啊 有什么看法 我方你方对不对 然后再下一个项目再谈再谈谈12个钟头 上次他们两个谈八个钟头 你就知道现在世界局势不单单只有中美 还有周边国家 那么印度他不是跟美国商量 他有他的想法 那这次带上菲律宾呢 实际上但有些人说你竟然卖越南对不对 顺便你也卖菲律宾 两边你都有机会 所以这个局势来看啊 在2024年的这个南海啊 很不平静 因为菲律宾最近啊 有消息传出 他们既然觉得马德雷三号 这艘船呢 没办法了 在中国的这个等于算是海警的监视之下 不可能扩建嘛 变成马德雷三宝啊 不管你有什么人道理由 讲债好听 那现在该怎么办 有人出主意 让另外一艘菲律宾的军舰 去那里搁浅 在旁边搁浅 对不对 因为那个仁爱骄 他其实是一个还骄 那多坐几艘船没问题嘛 就一屁股就坐下去嘛 讲得不好听 我就一着沉就坐下去了 这个都有可能啊 当然这个中方我想 应该早有准备啊 会不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他弄一个什么货轮 对不对 硬闯到那个地方一屁股一坐 但军舰啊 比较好是有那种所谓的 那种国家级别嘛 你要是坐那个一般的货轮 可能中国会说 哎这个废弃啊 把你拆了啊 但是菲律宾非常清楚 马德雷三号随时啊 来一个台风或什么 就没了 就没了 这个可能性很大 所以现在呢 听说菲律宾也很急啊 关于这个仁爱礁上面的马德雷三号 该怎么办啊 飞机丢东西呢 是象征性啦 演一演啊 对不对 丢两三个包 以为就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啊 但是看得出来印度借入南海 真的不单纯 印度借入南海这件事情啊 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现在看出来啊 这个事情是在升级哦 因为菲律宾照讲以前那种海警 都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啊 淘汰的巡逻艇 给了菲律宾 那现在呢 印度的飞弹来了 那你看这个事情啊 将来要闹起来是有带劲啊 闹得会很大啊 闹得会很大 所以呢 这一次沙利文呢 跟这个王毅的见面啊 我想大概 红海问题是第一优先 第二个就是南海 一定要谈清楚 到底现在 美国你准备玩到哪里去 当然这小马他们这种政客啊 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 他现在要赚的是什么 赚的是 其实说出来也是个人利益啦 讲的真的 什么说为国家 哎呀 这个都是高度啊 对不对 对外说说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国家 那真的很多政客 他还是要为了他自己 你光看他们过去 菲律宾的政治传统 的那种政治文化啦 都是家族的 对不对 为了利益 然后所有的家族 这边有人从政 有人就去做生意啊 朝中有人都自己人啊 这种事情 比比皆是啊 这个就是菲律宾的政治文化 那小马今天不可能啊 独善其身 说我是有理想 有抱负 我为了菲律宾 这个人民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不可能啦 当然他听说这次去越南呢 要买更多的越南大米啊 这个越南啊 同意卖更多的大米给菲律宾 菲律宾现在粮食价格很高啊 对不对 所以小马的这个通胀压力很大 老百姓吃不上便宜的米 所以他这次去越南呢 希望能够买一些便宜的米啊 这个能够让菲律宾人日子好过一点啊 那毕竟来讲越南的米呢 在国际市场上卖的还是很火 在新西兰啊 你去那个超市里面啊 这个可以看到很多 日本日本的牌子的这个大米啊 你看那个产地都是越南啊 就是越南米其实卖的到处都是啊 那当然价位不低啊 那这个菲律宾能不能买到便宜的啊 就看小马今天呢 到了这个越南之后啊 有没有那么魅力啊 所以今天的结尾点评啊 只要讲到最后 让我有一个感觉啊 现今的这个局势啊 真的是让人担心 在2024年对南海真的非常担心啊 任何的冲突 或是不必要的摩擦 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 当然这个事态的发展 站在一种外交上啊 呃常常有人是希望改变所谓的战略平衡 让这个地区呢 出现一种失衡的状态 失衡的外交战略呢 往往会让很多大国有机会在中间呢 这个让事态啊 呃重新从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啊 呃做一个比喻啊 就这个水啊 突然啊流过来了对不对 你如果突然把这个地方挖一个 改一个道 哎水就转弯了 朝那个方向流去了 国际局势也是这样啊 呃现今看来呢 中国在南海的这种态度啊 是非常的坚定嘛 对不对 没得谈嘛 没得谈嘛 好 那就像这个大水朝的东方 走这个方向是不变的啊 像东流 那现在怎么让这个向东流的 呃拐到向北或向南 那就要去挖 挖坑 对不对 哎这个水流就会变了 这个局势就会变啊 所以在现阶段来讲 2024年 呃中国在外交战场上 需要面对的问题啊 非常的多啊 啊这个我们前两天还讲到 瓦罕走廊啊 什么啊 这个太复杂了哈 那再来就看到的就是 南海问题啊 那当然呢 呃在大国成长 发展的过程中 这种 波折啊 是难免啊 难免就像我们一个人呢 一辈子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啊 总有跌倒的时候 但我们觉得不因为跌倒 就躺在地上 这个就算了 放弃了 对不对 我们会爬起来啊 这个眼泪一马 这个血就让他干了 我继续向前走啊 要这种心态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怕啊 当然这个 呃所有的这个华人朋友 大家看到现今局势的变化 不需要沮丧 我们更有自信心啊 这个向前走啊 大家更要努力 好的 我看到很多朋友最近在节目下方留言 表达很多观点 对于如今的国际政治啊 都有看法 当然这也是机会点评 我们追求的目标 也是希望透过每一次 每次的新闻分享 能够让大家对国际局势 有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关心 好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那更希望呢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经维点评 我们都会每天准时发送啊 这个经维点评 好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祝各位 这个一天都是好心情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共同再见哦 拜拜